所有臺灣觀眾摒棄凝神 期待的一刻終於來了 杭州亞運競技體操的安馬決賽 安馬王子李志凱 和安馬桂公子蕭又然 兩人同場出擊 尤其是李志凱 要挑戰亞運二連霸的壯志 決賽排在第三位出場的他 不打算辜負大家的期待 技出招牌的湯瑪士回旋 就連現場的中國觀眾 都忍不住驚呼聲連連 一氣呵成的流暢 李志凱又一次完美落地 以難度分六點五分 時時分九分 總計十五點五零零的高分 力壓群雄 完美達成個人的亞運二連霸 也為中華隊進帳 本屆亞運的第三面金牌 至於蕭又然 表現一樣無可挑剔 十五點零六六的分數 一度位居第三 可惜最終被超車以第四名作收 儘管蕭又然 無緣奪牌 但賽後他沒有氣餒 反而更有動力 雷金能量繼續前進 這批台灣男子體操代表隊 在杭州亞運真的太強硬 男團先拿銅牌 又有李志凱加碼金牌 以及蕭又然的精彩表現 都讓大家為之驚豔 華視新聞潘建人 陳以為林英文鎮亞方 台北杭州報導 哈囉我是易景 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